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啵嘚。 这不是随着党中央的一声号令,上海宣布,一切向好社会面清零了吗? 你以为这是黎明的开始,没想到陷入了更深的黄昏。 人不但不能下楼了,而且原仓建的越来越多,更过分的是, 到现在一个多月了,老百姓还是没有东西吃。 如果你硬要说在这次上海关门运动里有什么积极影响, 那应该是老百姓看清了共产党的嘴脸,也彻底明白了什么叫谣言,什么叫社会资本主义。 这不上海宝山区张淼街道前两天迎来了副总理孙春兰的视察, 这一下子就打开了潘多拉磨盒,是爆料不断,因为三番五次买到坏了的菜, 有人带着棍子伸入区委会,看到了大量援助物资被堆在墙角等待转卖, 就算烂了也不发给老百姓。 这原因也很简单啊,这免费的你们都领走了,他上哪赚钱去啊。 哎,这个视频被发到业主群里,大家直接就暴怒了,说这真是硬了猪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啊。 我们确实少喝的,你还只想着钱的事儿,愤怒的群众就直接冲去了居委会, 这一看好,十几箱水果,大量的蔬菜还真是没少藏物资。 要不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呢,这边四堂二村三村的百姓去查查居委会,发现了大量罪证, 旁边的几个村子害怕了,但是给老百姓俯转低头是不可能的。 人家想到了暗堵陈仓的好方法,有条件的弄来了小货车, 没条件的就用三轮车,套上盖上无数的黑色垃圾袋,就打算把这些物资当垃圾给转移了。 呵,这可给你们聪明的,看来用垃圾袋装东西这是惯用操作啊。 那前两天,把辽宁原住的好蔬菜都扔了,这事儿肯定也是真的。 本身现在双方的形势就剑拔弩张,居委会的这桶操作可算是点了火药桶。 愤怒的居民从家里冲出来,直接掀翻了检查点,踹开了防护门,大有要造反之事。 这一下可给旁边的村子吓坏了,连夜发了几颗面给老百姓,呵,人家更生气了。 而宝山政府也怕事情闹大,回头新中国的第一声响是在宝山发出的, 这个名头虽然好听,但是锅太大了。 于是紧急派出了一位道貌岸然,不是,仪表堂堂的官员来冲着百姓讲话, 只听了他是一阵错愕,一通保证,言辞里都是说要给百姓一个天明。 然而转身,政府文件就下来了,三名居委会主任被免职, 而罪名并不是挖社会主义墙角欺负老百姓,而是能力不足,办事不力, 把好好的东西放坏了,太糟劲了。 你看看,中国文化就是博大精深了,同样一件事可轻可重,这就是政府工作的弹性。 如果你觉得这事已经很魔幻了,那么年轻人你要相信,中国的魅力不止于此, 他每一刻都能刷新你的三观,震碎你的下线,下面这段子你得扶着椅子听。 说上海新长征福利院,是一家养老机构,而人嘛,生老病死,都是常态。 更何况现在上海的医疗全部瘫痪,更是什么情况都有。 昨天,宝山殡仪馆接的电话,说让去一趟,工作人员去了,刚装上车,觉得不对,好像人还在动。 问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到底什么时候没的,对方支支呜呜。 开车的大哥这一下子就急了,直接拉出来,打开带子,果然是个活人, 虽然脸上被盖了布,但是人家还喘气呢。 大哥一下就急了,说活的你们推回去,不要再盖上了。 结果哎,人家福利院那边不仅把布盖上了,还把链子拉上了,真是贴心。 福利院那边合计了半天,估计这车肯定是拉不走了,于是把老人推回了院内, 这一幕被周围的居民拍下来传上了网,而开车的两个大哥一路口吐芬芳,把车开走。 你说这老人能有水喝,得到帮助,那肯定是没人信的,所以这俩大哥还得回来,只不过是时间多久。 老百姓喊着这是草菅人命,不道德不负责,而干这事儿的,却早就是行尸走肉,谁还在乎折不折羊手。 而推走活人这事儿,似乎对于生长在红旗下的中国人冲击很大, 所以不管是喊着这是谣言,还是说见怪不怪的,都给政府造成了很大压力。 于是普陀区政府居然站出来表示,此事为真,现在老人已经送去医院接受救治,生命体征趋于稳定。 而政府派出了调查组进驻新长中福利院,一定将事实真相查明。 都说地狱空荡荡,魔鬼在人间,早在4月初就爆出无数类似的案件,政府都说是一派胡言。 直到有人用视频记录才松口,光照到的地方已经如此黑暗,那么别处呢? 可能是最近上海这一系列的操作给世界的震惊太大,让一众境外势力直接吓破了胆。 再加上,中国这动不动就拿政策威胁你,让你不能开工的基调,太影响收入。 于是各大外企工厂加快了撤离的脚步,去哪儿呢?越南,哎,这可不是空穴来风。 这几天随着越南一个月出口340亿美元,超过深圳,就连追赶广东也不是不可能的消息传遍网络, 大家又注意到了这个小国家。 而越南威胁论再次成为主旋律,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,中国干到现在, 既不会研发,也不能传统,只会站在中间当工厂处于供应链的底层。 而资本向来是哪有钱赚往哪走,之前在中国建厂,一个是价格便宜, 再一个是经济上升期里老百姓敢于消费,所以他能做到产地销售利益最大化。 可现在老百姓连闲钱都没有了,天天为吃饭发愁,再加上政府放水, 带来的高地价和能源支出,再不走等着什么呢。 于是你仔细看的话,就能发现现在中国制造已经不是主流。 对此很多人表示这是咱们产业转型的阵痛,可人一旦切的太多, 失血过多,那是神仙也难救。 所以啊,尽管中央大声挽留,人家还是要走。 就连大名鼎鼎的快腿李也跑去建设越南,打算大搞基建。 没别什么好心眼啊是一定的,但他也一定是看到了越南最近的楼市和股市的疯狂攀升。 都说时代在抛弃你的时候,连招呼都不会打,这回中国政府也算是体验了什么叫人间有真情。 大批水军出动,说越南不厉害,我们不用担心。 很难想象啊,这是前几天喊着感应超美的同一批观众。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你们对上海政府压着物资,最终引发暴动的操作怎么看呢? 而中国究竟应不应该把越南视为头号对手呢? 欢迎留言、评论、吵架,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,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 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,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,感不感,下期再见,拜了个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